相信诸神的存在 佛教徒不否认很多神子的存在 就欲乐享受方面 他们比人类更多 他们所拥有的某些力量 是人类所缺少的 然而 这些神子的力量是有限的 因为他们都是无常变迁的 他们生活在幸福而快乐的住所里面 享受比人间更长的寿命 当他们福报享尽了 由于他们前身 已经集罪了一些善业和恶业 当他们死了之后 又要按照这些善恶的业力 去感召未来的生命 依佛陀的看法 出生于人间 有更多的机会 去创造善业功德 而神子们在这一方面 远不如人间离得方便 佛教徒不将诸神看得特别重要 他们不认为神子们 能够对道德开展 和达到涅槃解脱 有所帮助 无论他是大神 或者小神 人类和这些神子 注定会死亡而轮回 在佛教徒之间 有一个普遍的信仰 以为无论何事 做了善法功德 回向于神子 就会得到神子很大的庇佑 这种信仰 起因于佛陀 对神子们的告解 要神子保护 那些羞耻宗教生活的人们 这个理由 说明了 为什么佛教徒 在他们做善事的时候 要将功德 回向于这些神子 或者纪念着他们 虽然一些佛教习惯上 有这些活动 然而 供奉 或者崇拜这些神子 是不受鼓励的 当人们 在极大困扰的时候 他们自然会在礼拜的时候 对神子们表示 他们内心心底的悲痛 当礼拜的时候 他们也会得到一些威胁 和舒缓 他们心中感到更为畅快 然而 一些有智慧的 有坚强意志的 和有良好教育 和理解力的人来说 是不需要掃尊这些信仰和行动的 佛陀的教界 决不以祈祷神子 而获得涅槃的事 佛教徒应该深信 静与不静 是依于自己 没有一个人 能够从外面 静化另一个人 达到佛道 和涅槃 不需要任何外力协助 所以佛教徒 羞耻佛法 不需要神子 静与不静